蘇院長 是不是有請張院長 請張院長 謝謝 高委員好 張院長好 您大名叫善政 但是怎麼會上任以後 有這麼多的爭議 我們看下一頁 在我們會整這段時間 就有這麼多爭議的事項 有前幾天民進黨立委到教育部黨下的 新世代高教藍圖遷移計畫 有貨茂協議說要持續進行 有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的一些爭議 有低薪外籍白領 有中生納健保 下一頁 有莊克來台購買 基金跟外幣債券 這樣的一個政策 有台原事故案 有DRGS 住院診斷 關聯群的政策 還有 蠻久卸任前說要出訪中美洲國家 跟國民黨加速變賣黨產 這麼多的爭議 即便是在成平時期 都也嫌多了一點 何況現在是看守內閣 所以這跟您的名字善政 好像有點名不符實 那這些爭議的案件 或許有的已經停下來 或者 有的是無以為繼 譬如台原是賣不出去 但是在這就顯示 是不是因為馬英九 說他要堅持到最後一刻 說他的字典裡面 沒有看守 所以 你也讓你的閣員 讓你其他的成員 繼續去推動這些爭議的內閣 爭議的事項 爭議的政策 張院長 你會不會覺得你的爭議太多了一點 我剛剛列舉的這樣已經是幾樣了 而且這個 這些 你是默認嗎 你沒有意見嗎 你說爭議這麼多 你沒有意見嗎 你說爭議很多 對啊 你會不會覺得爭議太多了 就是即便是平常的陳平時期 都不應該有這麼多的爭議的事項 這個其實某種程度反而突顯出來說 我們為什麼要急著跟民進黨 建立一個交接對口 這些問題跟一項一項商議 就不會變成媒體 創作爭議的對象 你說的是行政院跟民進黨的交接角組 還是總統府跟民進黨交接 行政院 這裡面很多 當然有幾項不是 像國民黨加速變賣黨產 馬英九卸任前出訪中南美國家 這都不是行政院的範圍裡面 但是另外幾個案子 其實如果有一個交接對口 是可以談的 問題所在就是 不應該只有總統府跟民進黨的交接小組對口 而民進黨也應該派一個小組跟行政院來對口 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行政院的這個交接小組對口 是由總統府裡面統籌 裡面有一部分是行政院 一部分是國安會 一部分是總統府自己 這三大塊 但是我想委員 你應該很清楚說我們有一個 馬英九總統已經派了曾永泉秘書長 主導成立的政權教練小組 已經跟民進黨的吳秘書長 我想委員您很清楚 我們提的這個交接要向民進黨 覺得說這個不是最優先的事情 所以不及得談 問題是在民進黨 有這麼多爭議是因為民進黨的關係 是民進黨不肯真心誠意的去對口 你是這個意思嗎 我是說這些事情都可以談 但是現在沒有這個對口可以談 其實行政院要向立法院負責 所以理論上我們在這邊質詢 你在這邊備詢 或者是立法院做什麼決議 應該才是你要負責的對象才對 你現在變成是說對總統候選人負責 所以跟他溝通 因為沒有溝通好 所以有這麼多的爭議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們很多政策分類 其中也有類似要跟外界溝通 也包括立法院 但是很多事情 是要跟交接團隊談 可以談得比較深入 因為他們將來有一些 有一批要接手部會的人馬 是最會花時間深入 因為他們要接這些業務的關係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會有這麼多爭議 是因為民進黨沒有真心誠意的 或者說沒有 我沒有說民進黨沒有真心誠意 我是說民進黨可能還沒有體會到 我們有這麼多事情 等著要跟他們談 所以因為沒有談 所以有這麼多的爭議 那換句話講說如果談的話 你就有可能改變嗎 譬如說 那內容 內容如果民進黨有意見 我們在這個階段 就可以把民進黨的意見納進來 就不會有這個爭議了 那民進黨的意見是什麼意思 是誰的意見 是蔡英文的意見 是吳釗借的意見 是林喜好的意見 還是未來教育部長的意見 問題是未來教育部長還不知道 那到底是他誰的意見 誰可以代表民進黨的意見 那民進黨是一個黨 是一個黨 那或許他以後有民進黨的成員 或許以後擔任教育部長的人 也不是民進黨籍 所以我們後來 民進黨在這個交接團隊的時候說 這個事情不及 我們也尊重 我們說等民進黨適當的人選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來談 對 那適當的人選 萬一到五月才出來 那怎麼辦呢 那你們就繼續推還是怎樣 我想蔡主席也講過說 這個內閣四月才會成行嘛 四月出來的話 如果來得及我們 當然還是有這個互動的機會啊 這個之前 可能還是有繼續這麼多的爭議 是這個意思嗎 因為沒有人跟你們談 所以也只好繼續做 只好繼續談 繼續 這些爭議只好 有爭議的只好擺在這邊 稍微等一下 對啦 好啦 我其實蠻驚嚇說 院長是這麼執著說 包括這個 新世代的高校藍圖千億 這是千億的計畫 這個都可以談 如果是民進黨的意見 你願意尊重 但是擺在面前就是 你到底是要誰來表示意見呢 是關於政策的這個小組 小組是很多成員啊 也沒有 可能有個召集人 但是他也沒辦法代表 他以後也不是教育部長 剛才跟委員說明了 那你要 還是你要蔡英文本人說 我對這個意見有什麼意見 他才算意見 我們 我們當時是建議民進黨 每一個部會都有一個交接對口 這交接對口 可能是將來部會成員 也可能是 民進黨內部的適當的人 這個我們不會去 不會去 去 去 真的是說民進黨你怎麼派人 這個是民進黨的權責 我們充分尊重 問題是你要他派什麼人 你派這個人 是不是就 他是不是 人家就會說他 那他可能不是 您的問題我沒辦法回答 你要我們 你說民進黨派誰 我怎麼可能 你現在理由說 會有這麼多爭議 是因為民進黨 沒有派出對口 所以才會 才會 這個爭議還會繼續存在 我是說突顯了 你現在說我們現在 你現在現階段 你要民進黨 比如說就交易這個 這個簽譯的計畫 我說這個突顯了交接的必要性 你希望他派什麼人來 突顯了交接的必要性 我們就針對這個 這個簽譯計畫這個 你希望他是派什麼樣的人來 是為了一定要當交易部長的 是為了一定要當交易部長的 他派誰我們都尊重 都尊重 都尊重是什麼意思 那你希望他有什麼樣的代表性呢 他如果隨便派個黨 派個這個 什麼社運部的主任 這樣可以嗎 這是民進黨的權責 他派誰我們都尊重 都 那你這個本來就丟一個難題 然後是用這個來當你而已 因為內閣都還沒組成 相對應的部會 到底是誰負責也不知道 現在甚至連行政黨都還沒出來 你怎麼會這個時候就要求說 你要派個 這部會派個對口來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逼民進黨 今天一定要提出人選 我們後來民進黨覺得說 這個事情不急 我們就說沒有關係 那等你們人選確定以後 我們再來談 所以我們都尊重 時間上也尊重 人選也尊重 但是你現在的回答就是一副 因為民進黨沒有提出人選 民進黨覺得不急 所以停下來了 所以就有繼續這麼多的爭議 我再重申一次 我再重申一次 我說這些爭議之所以發生 是可以凸顯說 我們提交接要項的必要性 而且這個交接如果有機會談的話 這些爭議不會出現 但是民進黨現在沒有人選 時間 人選我們都尊重 所以後來我們也就都配合了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當初民進黨就教育部的對口的人選出來了 我們的吳部長就不會提這個簽譯計畫 是這個意思嗎 到時候民進黨認為這個方案裡面 這計畫裡面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我們都會虛心接受 所以前一陣子吳士華部長提這個簽譯計畫 就是因為民進黨沒有提出人選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委員我再重申一次 我說現在這些爭議 沒有責怪民進黨的意思 不然就可以避免這樣的爭議 這樣一個簽譯的計畫 只是因為民進黨沒有順著你的意 提出各部會的交接的人選 所以就產生這個爭議 你的話是這個意思啊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這些爭議 不只是這個簽譯計畫 這些爭議凸顯了 我們必須及早開始進行交接的必要性 那交接的這個對口的人選跟時間 我們都尊重民進黨 我就是強調這幾點而已 但是現在有爭議的 我們也都知道民進黨的故意 我們也都割次了 那你如果覺得這是交接 交接的時候 怎麼會去提一個簽譯的預算呢 就交易部也好 就其他的部會也好 我跟委員特別報告 這個計畫是一個延續性的計畫 它是我們從去年的四月 就已經開始研議 我們只是按照過去的進度 我們就擔心延續性 為什麼是 就是延續性啊 你說你只做到今年五月的計畫 那我們平時摸一摸就 就是延續性啊 而且五年要支出千億 明年才開始 這憑什麼你替 替下一個政府決定呢 明年才開始的計畫 對大學來說 它需要有事先準備的時間 如果我們在今年的三月份 或者四月份 沒有定案的話 如果當初民進黨有派的人 來跟您對口 說這個案子是不適合的 你就不會提嗎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我們一開始就有說明 你還是會提嘛 所以跟院長講的不一樣嘛 我一開始就有說明 院長也指示我們要跟社會大眾溝通 沒有對口 我們持續在做這件事情 那你現在意思是說 不管有沒有人跟你對口 你還是要繼續提這些嘛 而且這個很重要嘛 雖然明年才開始 所以很重要嘛 所以一樣嘛 不是說因為這個案子 就這個個案來講 你跟部長講的不一樣嘛 他的意思說 不管有沒有對口 他還是要提這個案子啊 院長對於這個計畫 一直都指示我們 持續推動 但是要跟社會大眾溝通 我們一直都是秉持這樣的原則 在推動這件事情 有溝通嗎 有溝通為什麼要民進黨這些立委 去拜訪領佑才喊停呢 沒有啊 我們也是跟立委報告說 我們很樂意 來跟所有的立委們 來溝通這件事情 立委們有共識以後 我們才會繼續往下推動啊 所以案子就是這樣嗎 張院長 所有的案子都照吳部長講的 所有有正義的案子 都尊重立委嗎 來 我們來跟他們溝通跟說明嘛 大家有共識 立委也好 或是假如西亞將來新的團隊出現也好 都一樣 院長 我要提醒你的是 看守內閣不要變成監守知道內閣 這兩個都不是 我在 我跟你講是拿幾個案子 是嚴重的 第一個 中資入股 IC設計產業 這個議題 吵了很久 這個議題在 你還沒上任前 我們的 部長 就已經說 在他任內 要開放 沒有 部長沒有講過這個話 部長 部長 你自己說你有沒有講過 那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那時候當然就是說 希望能夠繼續推動那個案子 不過現在這個案子 我們一定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立法院對這個事情已經有決議了嘛 我們一定會尊重這個立法院的決議 所以不會開放 至少在你任內不會開放 因為這個立法院的決議 上個會期啊 他在預算案的時候有個附帶決議嘛 說要立法院要專案報告以後 公聽會 公聽會 他希望我們先舉行公聽會 然後呢 要向立法院做專案報告以後才可以開放 我們完全遵照這個程序來做 那麼同時前幾天的質詢 議員委員也要求說 立法院這邊 公聽會的時間 要跟立法院這邊協調 不能說禁制就開了 我們也都同意 那為什麼2月18號的時候 行政院又強調說 絕對沒有520要達成目標 但是又說盤點重要政策時 決議本案會持續推動 行來沒有放棄 有這個話吧 是那個發言人講的啊 對不起 那個委員 後半段我沒有聽清楚 他說 沒有強調 昨天強調 對 看守內閣是不是要力拚 520前開放中資參股我國IG設計業 是沒有要拚 然後他說 沒有要520前達成目標 但是又說 盤點重要政策時 決議本案會持續推動 顯然還沒有放棄 自由時報2月19號寫的 持續推動但是要跟外界溝通 那外界溝通就包括立法院 立法院這邊有意見的時候 我們就尊重 立法院已經表達意見了啊 知道我們尊重啊 所以現在沒有再進行了 不 那既然你也沒有來溝通 現在立法院已經做了決議 那你還講 立法院上次質詢的時候 就已經講了說 在這個委員會沒有同意 這工進會的時間以前 工進會不要進行 我們同意 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院長可不可以這樣講 除非立法院另外做決議 所以520之前不可能開放設計 那個IC設計業 是不是這樣講 等於是這個意思吧 你會推動你要溝通 但是你也承認說去年的 預算主決議已經做了 所以假設立法院沒有另外做決議 的話 就不會開放 可不可以這樣講 聽不太懂這個邏輯有點複雜 怎麼會複雜的 是你剛才自己講的啊 說立法院已經做決議了 所以你們要尊重 而且這個決議是去年 附隨在預算上面的主決議 有效力 所以不開放嘛 所以你要持續溝通 除非立委可以同意 所以換句話講 除非立法院另外做決議的話 你不會開放 是不是這樣 是的 沒錯嘛 所以如果沒有任何的 變更原來決議的 新的決議 就不會開放 好 院長 這個真的 要請你看一看 最近的一些案例 美國的外商投資委員會 它叫CFIUS 最近才有效擋下了 很多中資的併購案 那其實 就他們審查的一個鐵律就是 國家利益要先於商業邏輯 去年我們質詢過 那個 段部長的 就是覺得 是我們的毛部長 在去年的9月 偷偷摸摸地跑到台電去開了一個會 然後就決議說要開放 那到底是 是誰的需要 那個 報委員 那個毛院長上次到台電去啊 是聽業者的意見 因為我們經濟部的那個 會議是沒有那麼大 所以多找了幾位 最後是他敲板定案 決議說要開放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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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今天 我們也希望張院長說 不一定要 毛歸張水 那張院長 反正你也很肯切的說了 就是 除非立法院有做決議 那麼 你不會開放 好 那我們就來另外看 看另外第二個案子 遠傳購買中家這個 如果你這麼的尊重 立法院 的意見的話 我告訴你 1月28號 所有 民進黨團 69位立委 連署了一個聲明 要求 NCC 對等下重新爭議 而且 不得通過 遠傳購買中家的這個案子 那 如果照你剛才講的 這是 所有的 69位 新科的民進黨的立委 也已經過了半數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老高 69個全數連署 那就這個案子來講 你是不是也要尊重立委的意思 你講的是 你講的是 投審會那邊嗎 還是NCC 你現在誰要投審會 沒有 我們大概有兩個訴求 一個要求NCC要重審 但NCC我看是 已經吃了特審會鐵的心 那 現在程序是走到 投審會 是部長管的 他所有的決議 最後還要部長簽字 對不對 投審會最後的決議 是不是部長要簽字 你也不要推給投審會的直密 你也不要推給NCC 所有的這樣重大的投資案 都是要經過投審會的 是 如果立法院有決議 要我們不審的話 那投審會一定會尊重 這個立法院的決議 是院會的決議 還是委員會的決議 院會 當然是應該是院會才合理 委員會 委員會不行 你說到院會決議 沒關係 你先記得我們今天的回答 如果院會有決議 那個 投審會就不審 那 這樣也算一致 我在這邊要特別 跟 跟院長報告 昨天 前天 台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 公佈了2015下半年數位匯流的一個大調查 其中 調查表示 有78%民眾認為台灣的媒體被財團掌控併購 為其發生的情況嚴重 然後 對政府要制定媒金分離立法7成5表示支持 調查顯示 有60.8%的民眾 應該完全禁止中資購買台灣媒體 也有57%的民眾認為要禁止台商回台併購台灣媒體 更重要的是 對於NCC在新國會開議前通過中加併購案 有6成8的民眾認為不適當 有7成6的民眾同意 NCC應該重審中加併購案 院長你知道這個民調嗎 有看到報道 所以 你覺得 NCC 因為是獨立機關 所以你管不到 還是怎麼樣 呃 我們尊重NCC的權責 所以NCC如果 不尊重自己的權責 這明明是個脫髮行為 遠傳的發言人公開講說 設計這樣以再做股 就是要迴避黨政軍條款 如果 今天他這樣的脫髮行為 被認定了 那麼 我們同樣也有限制中資 不能購買媒體 那他如果用以再做股 是不是中資也可以堂而皇之的進來 你是余副主委嘛 是是是 我還記得 大概 十一二月的時候 在中心大樓樓下遇到你 問你說 怎麼可以准 這樣的一個以再做股的方法 你還笑嘻嘻的跟我講說 人家比較聰明啊 你記得我們這樣的對話吧 你說人家比較聰明 你意思說 人家經過Morgan Stanley的設計 所以用以再做股的方式 人家比較聰明 那我要問的是說 你說比較聰明那是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 那個旺旺 蔡董比較笨喔 這表示我們郭台銘 郭董比較笨喔 因為他們不懂得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脫髮行為 是不是這個意思嘛 我的意思是說 你記不記得啊 你有跟我講過說 人家比較聰明啊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行政機關 要完全百分之百依法行政 法律上怎麼規定 我們就怎麼去執行 法律上沒有說不可以的 我們也沒有法去 否準別人的申請案 法律上明明說 黨政軍不能投資媒體啊 明明就是黨政軍媒體啊 那他們也明白的說了 在你們上月辦的公聽會裡面 他們的律師 他們的公司的代表 也說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迴避 等黨政軍條款修過以後 他們才要進行實質的合併 你沒有去參加 那天沒有任何一個NCC委員去參加 但是你只好有看到這樣的報 他們這樣的發言吧 那我要跟你講說 我們的國家法令 只是說 黨政軍不可以入股媒體 沒有說黨政軍不可以借錢 那我想問你 如果照你這樣的邏輯 他用以再做股的方式 就算合法的話 那如果中資用以再做股的方式 來買中家那也可以的喔 是這個意思嗎 那中資有這個大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 那如果照你講的 他也不是入股啊 他如果在設計其他的商品 其他的那個產品 那用其他的方式 那也可以喔 你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依據的是廣電三法 如果中資的話 要依據大陸人民關係條例 那什麼意思 不關於你們管還是什麼 大陸人民關係條例 他應該會對這個中資 不管入股或借錢 或大概有他的規定 那照你的標準就是這樣啦 反正只要是 不是直接投資 有其他的金融商品 可以引用 人家比較聰明的就可以啦 沒關係 你們這幾個NCC的委員 7月都應該下台了 趕在這個時候 是的 趕在這個時候 可以通過一個 這麼多 這麼多民眾 所反對通過的 也算是膽霸包天啦 沒關係 我就算 就算 最後這個案子通過了 新任的委員 在立法院來備詢的時候 我一定 我也請我們黨團 一定 以他們是不是願意 就任新任的NCC委員了以後 要不要徹查這中間 有沒有什麼弊端 來作為 是不是投票 贊成他當NCC委員 如果 他們真的照了這樣的規定做 真的去徹查 到時候 該移送監察院 就營送監察院 該法辦就法辦 好 沒關係 是的 好 那 院長 我再來要請教你的是 你知道 在 有沒有哪一條法律規定 孫文 就該是 中華民國的國父呢 好 院長你知道嗎 有沒有規定在 憲法 或者任何的法律裡面 就是有沒有哪一個法律 或者哪一個 哪 有提到說 中華民國的憲法 就是孫文 我對這個沒有研究 對不起 沒辦法回答 我要跟你講 從憲法 到任何的法律 沒有一條 直接規定孫文 就應該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我們看到了 憲法的前言 就有提到 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 這個 那裡面有講到他是國父嗎 憲法前有講說孫中山就是國 他講創立 創立就是國父嗎 創立這個國家的人當然是國父嘛 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樣規定 為什麼說創立就是國父呢 是啊 創立國家 憲法 副部長 你自己也是學法律的 這個 憲法的文字是何等的精確 而且規定在前言 也沒有提到說 只是創立 創立就應該等於是國父 創立中華民國 創立中華民國 創立中華民國就是應該是國父 為什麼 這是哪一門的規定 有些規定說誰創立中華民國 就是應該是國父 創立中華民國人很多啊 也不是只有他一個啊 你真的法律裡面 我們看到有國父臨員管理 委員會組織條例 有國立國務紀念館組織法 裡面的條文 第一個是民國35年制定 第二個是民國100年制定 裡面也完全沒有提到 孫文就是國父這樣的文字 只是就他組織條例 組織法去規定 我跟你講 什麼時候才開始決定 孫文是國父的 是1940年的3月28號 因為遷都重慶 在重慶 的國民黨中常會 做成決議 說 國民黨第五屆中常會 第143次會議通過 擬請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案 請國民政府通令全國 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 所以這個時候才開始叫國父的 那時候也還沒有憲政 也還沒有憲政條文 所以我們為什麼 得稱孫中山是國父 得稱孫文是國父 不是我們決定的 是國民黨中常會決議的 文件在那邊 我們先不論說 到底孫文在建國史上 貢獻有沒有陸浩東 黃鑫 這些人的大 市長沒有任何的法律規定 他就應該是國父 所以 我們不曉得為什麼 孫文就該是國父 我想應該可以查一下 詞典 國父的意思是什麼 好沒關係 好那我們來查一下 我們先來看這一頁 這頁是我們查 維基百科對孫文的介紹 你再按進去 這當然有些截圖 很特別 國籍裡面還有一個 美國 右邊的那個相片 那個字比較寫寫的是 美國移民及規劃局的孫中山檔案詐 其實他是規劃過美國人 我們是稱一個美國人為國父 所以難怪 馬英九覺得說 他只有綠卡 為什麼不能當中華美國總統 因為中華美國國父 也是美國人 那我們看到他的配偶 有這麼多 鄉民們現在要開始票選 國母 是誰 那個院長 我要特別請教的是 看到他的右半邊的這些字 可能比較小 那給你聽 那 孫文曾經去到夏威夷 那後來為什麼被送回崔恨村 是因為他在 夏威夷的時候 向那些華僑工人 要求他們不要 膜拜官帝君的神像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開始 加入基督教 那他的哥哥 擔心他會觸犯重怒 所以就把他 送回崔恨村 結果沒多久 孫文就跟同鄉的友人陸奧通 一起搗毀偶像 破壞崔恨村村 村中的北地廟神像 不為鄉人所隆 是這樣子 其實不只是不為鄉人所隆 他是根本被趕出去的 其實講到這個我是蠻佩服他 因為其實我們在小時候的課本應該就念過 他就是一個 古崔要破除偶像崇拜的 不管是因為他宗教的信仰 還是他民主的信仰 還是爬到 跟陸奧通跑去 就是他們村裡面的信仰中心的北地廟 去把那個廟神的手給折斷 後來被他村裡的人發現 被趕出去了 被迫離家出走 這樣一個人 結果我們現在 做了這麼大的銅像 在每個地方掛他的遺像 你覺得他心裡是希望這樣被膜拜的嗎 好 院長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既然他的民主素養也好 他的宗教信仰也好 讓他從小 甚至是我們讀的課本裡面 都以這個來做 作為對他的 不管是民主的信念或者什麼 他就是一個 不喜歡偶像崇拜的人 甚至是用身體力行的方式 不喜歡觸犯重怒 被趕出家門 也要去破壞這個神像的人 是這樣的一個 討厭偶像摩拜的人 結果現在因為 蔣介石因為國民黨的關係 把他當成一個偶像崇拜 你覺得他在天之靈 在地底下 他會希望我們這樣對待他嗎 會希望國民黨這樣對待他嗎 我沒有辦法提他回答 所以 我們藉這個機會 也還原了一下事實 好 謝謝高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現在 請周委員村民諮詢 尋打時間 三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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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